日內瓦車展福斯概念車無踏板方向盤 福斯左眼未來電動車版圖 期望在2030年前達成全面自動化駕駛的目標 在日內瓦車展中發表第四款概念車 這款概念旗艦房車沒有方向盤也沒有踏板 由AI人工智慧完全進駐駕駛 流暢圓滑的外型下 採用的是對開式的車門設計 車艙裡面除了四張獨立座椅 其他什麼都沒有 擁有最高Level 5的自動駕駛能力 乘客只需要透過語音及手勢 就能給車輛操作指令 影音娛樂功能透過無線網路 和玻璃投射技術呈現 量產版可望在2022年登場 但是要達到無方向盤的自動駕駛境界 起碼也要到2030年才有可能 日系的Toyota發表的全新第三代 Auris先輩車 將在第四季首度已經台灣上市 Lazos UX小型跨界休旅車 2.0升自然進氣動力UX200 有電動力UX250H兩車型 台灣預計年底發表 全新Audi A6中大型豪華房車 最新優化的四輪轉向系統 是新車亮點 歷經十餘年再度付出的B&W 8系列 原廠展示接近量產的M8 Grand Coupe概念車 採用全新設計與會的四門跑車形象 預計明年發表上市 富刊棟新聞 未來車好炫 報道 明年來自行星期三 來自行星期로 看到自己 determined